我見到很多東西對對的情侶在做 但我想說一件事 如果一個男士 我真是想給一個忠告給大家 是不需要對女生太好 是真的不需要對女生太好 你看他們多興奮 但女人都黑了臉 但我想說是真的不需要對女生太好 因為我覺得其實是要尊重女生的 但你不可以對她們太好 因為對她們太好其實是某程度不尊重的 就像那些紅劇又幫她綁鞋帶 又幫她抹嘴又幫她接受 其實是那些暖男 其實是做錯手勢的 就好像搞到她們有病 我幫你抹嘴 我幫你抹嘴 我買的給你 你想要什麼 你就是死了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很奇怪 而且韓劇根本是不會 現實中是發生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它又會慢動作 又會有音樂 還有那個人是帥 你現實中不會那麼浪漫 我看過綁鞋帶那幕 我看過綁鞋帶的時候 是怎樣呢 蛤 綁鞋帶 然後慢動作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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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生就會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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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衍生了一件事就是我經常覺得聖誕節是不需要買禮物給女朋友的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你想想這個概念是錯的 你想想人家生日乖是鬼事 人家生日乖 感覺好像是 咦?Peter生日?你為何不送禮物給我? Peter生日了? 你怎麼搞的? 我不要你現在送我 我不喜歡你的態度 我覺得聖誕節人應該送禮物給女朋友 你想想如果耶穌真的見到 整件事是錯的 那些人就不會記得他 只會記得聖誕老人 明明他不關事 聖誕老人是變態 他聞到一些東西就會知道你想要什麼 安美奴 要個鬍袍 嘩嘩海夫堅 是會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耶穌真的下來 我下來看看這個世人 怎樣跟我慶祝生日 然後他會看到那一天 是不知道為什麼 最多性行為發生 為什麼一定要平安夜發生性行為呢? 你不想佛誕發生性行為呢? 咦?我去看平安夜嘛 你知道怎麼做 為什麼一定要平安夜做呢? 就是佛誕生日平安包 好啊 別聽 好啊 好啊 好啊